国产车现在的发展,可以算是丁正日上了,像吉利,比亚迪,长城这些国产车,不只在国内,也在世界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,现在汽车市场这么火热。 当然有一些骑军加入了竞争,就如猎豹,车身运动感很强为啥说猎豹是骑军,一开始主要服役于部队的军工产品,而现在也开始在家用市场上出现,而他最新的猎豹Matu是否可以将猎豹再推上一个台阶呢? 说到的近期隔山猎豹Matu当第一次见他的时候,肯定是被他的近期隔山所吸引,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如果你了解马沙拉蒂的话,就会觉得猎豹Matu的中网和他很相似。 但是抛开像不像的问题,猎豹Matu看上还是挺漂亮的,4696x1906x1700角的车身尺寸,在猎豹Matu的身上比例非常协调,开脚的LED大灯前脸的LED大灯,进行了开眼角的设计,看起来很动感。 虽然中网像马沙拉蒂,但是他中网材质很好,闪闪发光,质感很高,而且很显当刺,车身侧面,地柱后面有点溜背,很提升运动感,再配上经过泡光,处理的20英寸的龙骨,给视觉上带来了很强的运动感冲击,贯穿式的车尾车尾了,采用同级别没有的贯穿式尾灯。 这个配置可是同级别竞争对手里面少有的,将后挡风玻璃和车尾下半部分,进行了很好的风格,显得很有层次感,当你抛开向谁的问题,仔细的听见猎豹Matu的时候,确实有点豪华车的感觉,不管是造型还是配置,就连车漆都有种豪华车的感觉。 大屏幕,车内的感觉和车外给人的感觉一样,都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,如果把车标挡住,让你看得混,你绝对会认为它是奔驰。 是的,猎豹Matu也采用了奔驰,现在的那块iPhone18的大屏,一表盘和中控屏幕是在一整块的屏幕上面,虽说猎豹Matu的中控有点模仿,但是12.3英寸的屏幕确实显得很豪华,视觉效果很酷。 而且分辨率和里面画面的质感,虽然这价十几万,但是屏幕的整体效果比几十万的车都好,看起来就很高清。 而且感应速度都挺快低,空调旋钮质感很棒当你摸车顶的时候,你会发现它竟然是Alcantara的材质,就在十几万的车上面确实很少见,内饰用量方面,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准,大部分是皮质包裹。 而且皮质摸起来手感很好,没有那种临加的感觉,而且座椅不只是皮质的而且还进行了冷行的缝隙设计,这个设计虽然普通,但是能很大的提升这辆车的豪华感。 缝隙的真皮座椅而且荡白也是用皮子包裹,再配上坚树度个,现和险当刺。 猎豹Motu的内饰整体感觉虽然是自己是十几万的身价,但是营造出来的感觉确实百万的感觉。 不得不说确实太显豪,滑了,猎豹Motu虽然与猎豹骑下的其他车系,售价差不多,但是却比他们营造出来的豪华感强多了。 如果抛去他的国产标签,光看做工和用料的话,完全可以和好些豪华车厢比较。